哈喽 没关系 你说有啥事 你有直播吗 我没有直播 你现在忙不忙 不忙 可以帮个忙吗 可以没问题 如果你在房子营地 遇见新疆的美女小姐姐 请你吃早餐 旅费是什么体验 大家好我是铁牛 我现在在女儿国的房车营地 很意外的是今天早上 有位新疆的美女小姐姐 说请我吃早餐 不过我那时候在睡懒觉 我现在呢 在这个房车营地里面 非常非常的好 这里啊 有一个新疆的小姐姐 也是自驾游的 还有一个大哥 也在自驾游了 就我们三辆房车 来到新疆 当地的人文和风景 真的让你是看不够的 也会让你流连忘返 当地的维族的朋友 小哥哥小姐姐 都是热情好客 不过今天呢 咱们给他们做一杯咖啡 给他们喝 看看他们是什么反应 然后呢 芒果呢就在下面 看我做咖啡了 然后呢 那边那辆车 这外面那辆车是维族的 两个小姐姐的 这边是一个大哥的 因为我带着狗 我就没有里边太近啊 你看这位置 这是五一假期啊 这边都没什么人 非常安静啊 现在咱们来做咖啡吧 现在咱们来做咖啡吧 来 给你的咖啡 谢谢 真的 不客气 你不吃苦饭吗 我已经吃过了 吃过了 这么久 真的啊 好吧 好的 真的很好看 感觉还不错 我们可以打卡 好的 他几岁了 三岁多了 芒果 芒果上车 快点 过来快上车 走了 走了 上车了 上车吹空调 快点 走吧 你们两个都是围族的吗 对啊 看一下我们在吃这个手桌饭 这个是土豆 这是胡萝卜 胡萝卜 这个是羊肉对吗 对羊肉 看这个餐厅全部是吃手抓饭的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斯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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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成光的意思 成光 是一路 我叫铁牛 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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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铁牛 那个是你妈妈吗 对她是我妈妈 妈妈好年轻 对 我也是认识你们很高兴 不抓饭配这个酸奶吃的话 会很好吃 这个配酸奶是吗 对 你可以待会尝试一下 小小的吃一口 你接受不了的话就 单独吃就可以了 这个啊 这个 这个是酸奶对吗 对酸奶 你先吃嘛 我等着大家一起吃 这是肉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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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和其他的不一样 不一样 都来了 都来了 这是凉菜 这是凉菜 对 哇 她吃那么少 她想吃凉池的 嗯 看一下这个羊肉 这个真好吃 这个是酸奶 我可以拍你妈妈吗 好吧 好吧 你看这个是 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 我的名字吗 对 苏比诺 苏比诺 这个是苏比诺妈妈 好年轻啊 谢谢 太年轻 苏比诺的妈妈名字 古力八号 古力八号 对 太年轻了 很像18岁的少女 谢谢 这个是古力妈妈的学生 对吗 对 你看维族的女生就是好看 对吧 这个也是 这个是你姐妹对吗 对我姐妹 今天 下次去乌鲁木齐去 去你家 来往家 来你们家 好 一个爱笑的 太多了 我之前那个 你妈妈的姐妹也不会说普通话吗 你会说普通话吗 说的不太好 好 那我给你妈妈去玩 但是沟通不了不行 对 那我必须要她做翻译才行 翻译 对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等一下忙完我们一起去玩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像我们想一下哪里有好玩的地方 好看的地方 可以 刚刚我和几位这个维武族的这个小姐姐去吃完饭 刚回来 那个新疆的那个小姐的名字啊 名字很长 知道吧 叫苏比卢尔 就是苏比卢尔 刚好今天又见了苏比卢尔的妈妈 因为她妈妈不会说汉语 也就是说普通话啊 所以我跟苏比的妈妈沟通啊 完全要靠苏比来翻译 在餐机里面我真的是特别紧张啊 不知道有不要 有不要朋友像我一样的啊 因为第一次和这个苏比认识 又第一次见了苏比的妈妈一起吃饭 其实呢这个饭没吃完啊 我就去买单了 结果被苏比发现了 还是苏比呢 请我吃一顿这个新疆特色的美食啊 手作饭 还给咱们的狗子打包一点手作饭 让狗子尝尝哈 今天下午呢 苏比说带我去库车旁边啊 去玩一下 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好玩的 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在这里 在这里感谢所有粉丝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